第一个就是把Photoshop的系统打开 然后顺便了解一下环境 第一个的话,请你把Photoshop打开来 打开的话,如果打不开按右键 以系统管理者身份执行 然后把它直接执行起来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练习档 再按幅就可以了 当然你这边有基本功能 你可能要稍微自己再稍微看过 我是建议最好是上面的一些功能 你慢慢就要熟悉它 那将来可能我看 比如说我讲到什么 那你就要知道说那功能在哪里 所以呢,上个星期的话 我想做最多练习的大概就是好像几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先做背景 背景就是做这个建成工具 那建成工具这边有填颜色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选取这个建成工具之后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是设定什么 设定它的颜色 有RGB 那就把颜色调上 第二个的话好像就是选取工具 选取的话它包含怎么样 几个 这个按住不要放 有没有发现 这个有一个三角形 黑色的 表示说里面有躲了很多其他的功能 那当然选取你会发现 光选取就有三个吧 三个群组 哇,蛮多的 那当然呢 顾名就是可以理解了 因为呢 在做影像处理的时候 很重要一环 就是你要把你想要处理的 算是什么 物件吧 你要选的那个部分 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它就会帮你转换成图层 有没有 Ctrl-C,Ctrl-V Ctrl-V的话呢 它贴上的时候 同时会帮你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把你贴上的东西 放在那个图层里面 这个可能要有概念 不过可能很多同学 比较对影像处理 比较会有问题 大概就是那个 第一个 选取 有没有 会有问题 因为你们以前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如果你要做影像处理之前 要先把你要处理的东西选起来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主要是选那个吉祥物 把它选起来 但是如果你假设 用矩形也不对 用椭圆也不对 那你可能往下选 那这个套索是慢慢选 可是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用快速选取来选的话 说真的 那你只能用套索慢慢套了 不过前提就是因为 我们上一次背景 大概相同颜色比较多 所以可以用快速的 可是未来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要选的那个东西 它的背景 其实颜色非常复杂 比如说它可能就拍照 那拍照的时候 背后就是一个风景 那这个风景的话 你要去背的时候那很麻烦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很影像合成 最好的方法就是 请它站在一个背景是单一颜色的地方 在拍照 拍完照之后去背就简单 为什么? 因为你直接点一下快速选取 它就选起来 不过快速选取选完之后的话 只会选它的背景 而不是选它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变成选它的话 还记得吧 就是选取里面有所谓的反转 那你变成要把它反过来 不然的话选还是选到背景 Ctrl C,Ctrl V 过去的话 那会变成背景 那怪怪的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有一个功能叫选取 选取里面的话 还有取消选取 重新选取 用比较多就反转跟取消选取 有没有 就是如果你选错了怎么办 你记得这边有个取消选取 OK 记得啦 反正你要做任何处理之前 一定要先做什么? 先做选取 其他都还要做什么? 涂层嘛 涂层这边就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做涂层 那有新增涂层跟删除涂层 这个蛮常会用到的 这个我想请各位一定要熟悉 如果你这些熟悉之后的话 之后再做练习应该就蛮简单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主要是针对102这一题 然后做什么? 吉祥物的移动 所以我们上次好像就是先针对这个题目 先建一个什么? 题目打开一下 所以题目部分 这个题目 证照考试题目就在这里 那当然你可以把它下载 然后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当然我们前面的练习主要是一二类 所以一二类这些就是我们要学的 基本上大概就是基本功能 像当我想到就是基本选取的技巧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建议如果里面有讲到的 假设有时间 我建议通通可以把它学会 如果学会以后 你Photoshop就算是你的一个 算是你的一个专长了 你以为他们就可以写说 你会Adobe的Photoshop 基本上我觉得就有差了 那上个礼拜的话就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我们大概再把它重点复习一下 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300乘250的这个尺寸 所以我们假设我们重新开一个好了 记得哦 这个档名的话就是存PSA102好了 本来是PSA01嘛 刚才每一题都01 所以重复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它的什么 记得哦 它的尺寸记得不能够用那个公分 不然会太大张 记得把它改成像素 然后这边的尺寸的话 它说要是宽是多少呢 宽要是300 高的话是250 所以前面一定是宽 宽高 所以分别把它输入300跟250 OK 记得都是像素的 然后再来的话解析度 它设为72 不过72也算是很低的解析度 也所谓的解析度指的就是说 每一英寸里面它给的这个像素的数量 当然你给的数量 一英寸里面给的越多相对的它越密 看起来其实越细致 所以理论上假设你要拿去冲洗照片的话 建议至少要300个BPI 不然的话一出来其实不好看 OK 可能会有句子抓 按确定 那再来Ctrl加就把它放大 那它要我们做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上礼拜就是 我们大概就做到把背景做好 然后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把那个吉祥物搬过去 最后把它存档 所以上礼拜这个再把它复习一下 背景部分用建成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先新增一个 所以将来图层就这边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把它点两下就可以设定它的名称 在这边叫背景 OK 就有个新的图层 再来油漆桶部分的话呢 就是建成工具 设定相对应的颜色 颜色的话呢 它这边有总共三个RGB 分别填上去 237 然后这边27 然后这边60 分别填颜色之后 再由上往下拖拉 记得喔 垂直方向你不要偏 不然的话出来颜色就歪歪的不对 Ctrl D一下 所以记得喔 如果你假设做错 记得按Ctrl D就复原 然后拖拉的话呢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要真正垂直的话 按SHIFT键 然后往下拉 我记得好像差不多在这里吧 SHIFT键按住它就不会偏了 它只会 不是90度 就是45度放开 大概这样 就有一个背景 然后再来好像我们就把吉祥物放进来 然后就完成上个礼拜的部分了 所以上个礼拜大概就这样 那今天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这个第三 宋春的部分 吉祥物的话 把它开一下 这边开启旧档 开启旧档 那我是放在桌面上 有那个 我们的练习档 练习档部分的话 看一下 接下来就把那个PSD101 这个吉祥物开起来 另外我是建议你干脆把那个TIFF也开起来 TIFF的话应该是 它有一个是完成的 完成的话是这个吧 这个好像是完成的 这个是 是不是有一个PS 这个 PSD01 最下面这个是最后完成的 所以开两个好了 先开这个 吉祥物开起来 它到底要长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 将来 在每一题的最下方 会有个PSD01 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档案 这个副档名应该就是TIFF TIFF档 那这个TIFF档 它其实就是完成的结果 你只要长得像这样 那就表示得分了 应该是人工月券 把它Ctrl加放大一下 所以基本上 它是希望把这个吉祥物放在刚刚那个背景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大小大概长这样 那有没有发现 它大概就是 这个部分去边不要去太花大 而且虚虚也要 所以如果上个礼拜好像有东西虚虚没有 那就不对了 尽量能够跟这个越相近越好 OK 所以选择方法也记得吧 我是用快速选取的 当然你这一题 就是用那个套索 磁吸套索慢慢吸也是OK 就是这个有点太浪费时间了 最快的我试过应该是这个快速 点一下 再点一下 这样就选到背后的按右键 把它反转一下 然后马上选 然后再利用什么套索 去用到加的模式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同学常常忘记 加的模式 这个一定要点 然后把这一块 从里面选出来 然后把它绕一圈 那这边也是一样 绕一圈 把这个虚虚也选进来 有没有绕一下 OK 那这个可能要多做 多做你就熟了 OK 不过真的不太好 不容易 因为这个解析度蛮低的 好 那假设把虚虚也选进来 那再来的话很简单 要如何把你选的范围资料 放在背景 其实方法很多啦 你也可以移动选举区 或什么 不过我自己试过最直觉 最简单就是Ctrl-C Ctrl-C Ctrl-V就贴过来就可以了 Ctrl-V就贴过来 这样最简单 那贴过来的同时 有没有发现 它会在我们的图层这个地方 会多增加一个新的图层 有没有 所以Ctrl-V的时候 它大概就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新增图层 一个是把吉祥物放在这个图层里面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它会新增图层 那好像它这边要我们把这个名称 改一个名称 点两下 改一个名称叫吉祥物 好像它这边有一个要我们做的动作 吉祥物 OK 好 那这样的话我就 但是问题 它这个图放过来就太大了 我们跟这个比 第一个位置不对 应该在右下角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大小也不对 所以我们上礼拜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如何把它移动 移动的话最简单是移动工区 那当然也可以把它移动在这边 但是好像太大了 OK 好像 差不多我记得缩小大概百分之八十几吧 所以呢 变形还记得吧 编辑里面有个叫任意变形 那我是建议吧 这个任意变形的快速键 可能要最好把它背起来 或者因为太常用到 在物件的变形上面 所以我们就用任意变形 Ctrl T 那Ctrl T之后把它向里面拉 好 不过呢 它预设是没有锁住宽跟高的比例 所以会变形 可能会变小 有没有 变太瘦了 或者拉 变太胖了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避免这个问题发生的话 这个可以取消 有没有 这边打勾 打勾的话就确定 取消在这里 有没有 按取消 OK 再来Ctrl T 所以Ctrl T 然后第一步 我是建议 一定要把那个锁给锁起来 这边有个锁 锁起来 然后大概比例上面大概多少 我好像记得大概85左右吧 OK 左右了 打勾看看 好 那如果这个比例上不对的话 你可以再切过来 你把它移过来 然后再把它切过来 好像它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这个尺寸如果不对的话 Ctrl T 有没有 然后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所以放大大概 再放大板子5尺寸 所以呢 锁起来之后有没有发现 我这边呢 加5 它也会加5 你就不用说两边都要同时加了 按打勾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 好像接近了啦 OK 不要太吹毛求疵啦 不然真的有点调不出那个效果 OK 那理论上呢 我们上个礼拜这个部分 大概就先到这边 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来看 就是那个宋春这个地方 那它希望呢 帮我们把这个宋春这两个字 放在我们的右上角 那接下来请你把它打开 开起座档 这边好像有个宋春吧 在第三个档案 打开 但是你把它放大Ctrl加好了 欸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地方 它的那个颜色是黑的 可是呢 完成的是 底下是黑 上面是白 所以其实理论上应该是需要的 想猜猜看嘛 不过我们看题目说明好了 题目它要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照着做 题目里面是希望 将这个宋春置入 新建的档案内 应该是开启吧 并将这个什么图层命名 所以哦 需要做什么呢 做重新命名的动作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它命名 它这个不是宋春一杠黑 所以你可能要怎么样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然后呢 再复制一个图层 然后呢 命名为白色 然后呢 把那个 白色那个部分 把它 就是本来黑的把它变成白的 有没有 所以上面是白的 图层 下面是黑的 再来怎么样呢 把它 让两个有错位的感觉 所以错位的部分的话 其实看到结果应该怎么样 把那个白的部分 让它向左上角 才会移动一点点 所以 这个是两个图层 然后呢 一个图层在上 一个图层在下 上面是白的 下面是黑的 那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呢 最后的话 它说呢 把它做连 最后将这两个字做连结 然后把它放到那个 图过去就OK 所以我们来续一下 第一个就是 把这个图层 先怎么样 把它换个名称 点两下 叫做 宋春一杠黑 一个简号 然后黑 好 那再来的话 按右键 你可以复制图层 图层可以复制 然后名称的话呢 就是叫做 宋春白 有没有 一个黑一个白 而且记得 黑的一定要在下面 白的要在上面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白色填成 深的白的 你不要是填成黑的 所以如果要把这些 选起来填成白的话 大概方法好几个 你想说第一个怎么选 选取的话 因为同样颜色最快 是快速跟魔术棒 这两个蛮接近的 如果你用快速选拳看 点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快速好像有点 好像选错了 这边好像不需要 所以这个 用快速在这里应该是不OK 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 魔术棒 但最笨的话 还是用那个套索 魔术棒选一下 选黑色的 你会发现 选到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再加选别的地方的话 记得用加模式 不然你再点这边一下 这边不见了 所以如果你用加模式 那就把黑色的地方 全部把它加在一起 有没有 看一下 这个 不过这个好像也不是最快的 待会我会讲 还有其他方法 有没有 选起来 然后再来的话 怎么变白的 很简单 拆拆看 应该可以拆出来 有没有一个填满颜色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 在编辑里面有一个叫填满 填满的地方 他会问你说 你要填满什么颜色 有没有 所以你这边其实可以把它改成白色 内容使用白色 按确定 看看 有没有发现 他就变白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他现在还在选取状态 所以你可以把它取消选取 有没有看到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选取 你假设要移动它 你会发现移动的会是这个框框 有没有 包含连框框的一起移 所以基本上的话 建议是怎么样 先把这个选取区域 先把它取消掉 然后再来就移动它 移动的话怎么移 移动工具 移过来一点点 左上 不过你会发现 你说猴士 为什么我移就移很多格 因为它解析度很低 所以你移好像移太多 我教各位另外一个移动的方法 就是说你移动的话 不要用这个滑鼠移 你可以用键盘 键盘怎么移 只要往右边 如果你要让它往左 你就按一下那个向左的按键 这边 要点它 按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就移格 它移很少 OK 它原来是像 原来是这样子叠在一起 按一下 它就移一点点 OK 所以你可以多按一下 大概按个五下吧 左边五下 上面五下 效果就出来了 OK 就有这个宋春的效果 那最后的话 再把这个两个连结 所以两个连结 旋起来 按序的键 把两个旋起来 有没有连结 连结图层 对不对 两个连在一起 最后把它搬到 吉祥物的那个按右键 它有没有复制 也有复制 那你怎么把它搬过去 我们之前是Ctrl C C Ctrl V 那如果是图层要移动的话 你可以用复制图层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复制图层里面的话就有选项 其中这个名称叫什么 PSA102 有没有 所以其实复制图层 除了可以复制在同一个图里面之外 也可以复制到另外一个 所以把它复制到PSA102 然后按确定 切过来看一下 送春就过来 有没有 移一下 那位置大概就放在哪里 放在这里吧 看一下 位置 好像接近了 它比较下面 所以这个可能要再往下一点点 大概这里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我感觉好像有点锯齿状态 它这样的锯齿状没那么严重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 所以哦 宋春要把它变成一个黑一个白 那白的话 当然 我们刚刚是用魔术办工具的加模式 特别注意哦 你不要说没有加模式 不然你点了一下 前一次就消失 前一次就消失 那永远都没办法选到完整的 OK 然后最后的话 再用编辑里面填满白色 就完成 OK 试试看 这个还蛮重要的 OK 这个其实 这些功能都很常用到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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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